未来世界这个概念 自古以来就激发着人类的无限想象 从19世纪末的私人飞艇 到如今的太空探索人们对未来的畅想 从未停止 这些愿景大多根植于工业革命 带来的技术乐观主义 认为科技将持续塑造我们的生活 然而早在工业革命之前 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未来 法国作家梅西叶的科幻小说 2440年一个梦就是一历 他在18世纪就描绘了一个 充满奇思妙想的未来世界 这是一部18世纪男子穿越到2440年的奇幻小说 描绘了一个科技与传统交织的未来世界 在这个平行宇宙中农业文明高度发达 却意外地诞生了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 工业革命的缺席 让世界维持着一种奇特的平衡 宾夕法尼亚由一位艾提克皇帝统治 喝咖啡进城非法 小说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 他对哲学与理性如何改变世界的深入探讨 作者通过法国的和平革命 展现了一个由国王领导走向乌托邦的理想国 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乌托邦小说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科技社会 以及人类未来的可能性 这部小说别具一格 它将乌托邦的场景设定在遥远的未来 而非传统的世外桃源 更令人惊叹的是 作者梅西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18年 就以熟悉的巴黎为背景 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未来社会 这本书在当时可谓是禁书的代名词 由于其隐晦的革命色彩 小说在法国和西班牙均遭境 甚至传言被西班牙国王下令焚毁 然而这非但没有阻碍他的传播 反而使其成为地下热门读物 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多次再版 甚至出现在了华盛顿和杰斐逊的私人藏书中 百年后的清晨 主人公醒来时发现自己步入迟暮 身体沉重 双腿颤抖 他只能拄着拐杖缓慢前行 走出家门 一座客有2440罗马数字的金链杯 赫然耸立 陌生而震撼 他环顾四周曾经熟悉的城市 以面目全非 取而代之的是井然有序的新景观 然而当他沉浸在这未来世界的秩序中时 却发现周围的人们正用好奇的目光 打亮着他这身古董打扮 这时一位男子好奇的走上前来 询问这位古人的来意 当得知他来自路易十五时代时 男子惊呼不已 我们应该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惊讶 也许这位先生发现了长生不老药 或者找到了传说中的哲学家知识 随即他热情地邀请主人公参观未来世界 成为众多导游中的第一位 首先导游带着主人公来到了一家时装店 主人公那套18世纪的服饰 在未来显得格格不入 导游笑着说 您的这身形头可不太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呢 来 我带您挑选一套更时尚的衣服 路上他那18世纪的装束 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 导游告诉他 这里早已没有决斗 这种事 政府禁止携带任何致命武器 在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 刀剑不仅没用 甚至还显得有些滑稽 每当他掏出那枚古旧的金币付款时 都会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 店主小心翼翼地收下这枚金币承诺将其珍藏 告别了时装店 主人公继续他的城市探索之旅 2440年的巴黎已焕然一新 中世纪的狭窄街道 被宽阔笔直的大道所取代 仿佛一座现代化的豪斯曼式城市 所有的建筑都保养得如同星灶 屋顶上种满了花草树木 宛如一片空中花园 这些高楼大厦连绵不绝 形成了一片绿色的城市天际线 主人公沿着笔直的街道漫步 很快就被井然有序的交通所吸引 让他惊讶的不是天马行空的飞行汽车 而是行人简单却又高效的行走规则 所有去往市中心的人都在道路右侧行走 而返程的人则自觉地走在左侧 这在2440年的巴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这与他记忆中18世纪巴黎的混乱交通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个时候马车横行人们随意穿梭交通堵塞是常有的事 在18世纪巴黎的街道对于行人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马车横冲直撞 贵族们更是肆无忌惮 梅西叶在角柱中曾描述过这样一幕 一对又马拉的豪华马车 毫无顾忌地从一群手无寸铁的工匠中碾过 但在2440年的巴黎 这样的场景早已成为历史 苏卖法 Samanlex以为最高法 颁布了禁止涉事浪费的法律 贵族们再也不能乘坐豪华马车招摇过世了 他们不得不像普通人一样用双腿走路 这不仅能让他们更健康 还能节省下大笔开销 此外小说还向我们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其他变迁 比如巴士抵御 虽然没有在革命中被摧毁 但它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巴士抵御的废墟上 国王修建了一座象征宽束的殿堂 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座殿堂向世人昭示 任何公民都享有不受非法拘禁的权利 卢浮宫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座曾经的中世纪城堡 在1528年开始改建 最终成为了一座汇聚了王国 最伟大艺术品的古典宫殿 然而它与杜伊勒礼宫一样 在1871年毁于一旦 如今他们的遗址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广场 人们在这里欢聚庆祝 为了保障城市安全 火药库被迁出了市区 梅西耶曾提到火药库急易受到雷击 1769年意大利布雷亚发生的爆炸 就是一例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此外巴黎唯一的医院也进行了搬迁和扩建 它被分拆成12个较小的部门 并一致郊区 以避免人员过度拥挤和疾病传播 梅西耶在回忆录中曾描述过 18世纪医院的惨状 病人挤在一起 疾病肆虐 死亡如影随形 他亲眼目睹了病人们的痛苦和绝望 深感触动 人们在医院里听不到一声声音 仿佛置身于处在场 然而在未来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 会细心地照顾每一位病人 死亡和葬礼不再是人们回避的话题 反而成为了人们提前规划的重要思想 巴黎虽然变得更加美丽高效 但城市规模却几乎没有扩张 与此同时 王国的总人口却翻了一番达到5000万 然而工业革命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兴起 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农村 与过去相比 法国如今呈现出一片田园木歌的景象 农民们在田园里辛勤劳作之余 也享受着生活的乐趣 他们唱着欢快的歌谣 工作时间相对较短 并有充足的时间 进行体育运动和民间舞蹈 这种悠闲的生活 并非源于先进的自动化技术 而是建立在人人高效劳动 社会分工简单的基础之上 僧侣 贵族仆人等阶层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平等朴素的社会 虽然财富依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但这些富人将财富投入到了更有价值的事业上 比如科学研究 国王本人对知识的渴求有为强烈 他将精力放在了探索自然奥秘 造福人类的项目上 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扩张 据说他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重大发现 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尽管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但科学技术仍在不断进步 主人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进入了一座名为国王内阁的神秘建筑 这里收藏了各种各样的自然标本 和人类发明宛如一个浓缩的宇宙 通过这座柜子 主人公得以一窥未来的科技 这座建筑的四个展厅里 囊括了从植物到动物 从地质到天文的各类标本 宛如一座微缩的自然世界 讲师们在这里向观众生动地 展示着18世纪的科学知识 其中最令主人公惊叹的是一个光学柜 这个装置能利用光线 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幻象 从静态的图像到动态的场景 无所不包 它仿佛置身于一个魔幻世界 目睹了光影变幻的奇妙景象 绚丽的彩虹 飞尸的流星 神秘的海洋 这一切都比现实更加生动 更加令人震撼 这些诞生于空无一物的创造 带给人们无尽的惊喜 科学家们不仅成功地操纵了光线 还创造出了一种能模仿各种声音的装置 这种装置能唯妙唯消地 模仿人类的语言 动物的叫声 甚至能模拟出整个森林的热闹景象 通过触摸 简单的弹簧 人们仿佛置身于丛林深处 聆听着狮子老虎的咆哮 这项发明不仅能带来愉悦的娱乐体验 还能成为教育的有力工具 每当王子显露出好战的倾向 他就会被带到一个名为地狱的房间 在那里一台特殊的装置会播放出战争的恐怖景象 愤怒的嘶吼 伤者的哀嚎 死亡的寂静 这些声音如同一记重锤 敲击着王子的心灵 如果他不能被这些声音所震撼 如果他的内心依旧冷漠无情 那么他将被永远囚禁在这个房间里 直到他真正理解战争的残酷 在专门用于数学的建筑部分 主人公目睹了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奇妙应用 他看到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机械装置 这些机器能够辅助人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 甚至能轻松举起重物 这些发明展示了人类智慧的无限可能 也预示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 许多珍贵的秘密被偷付给了少数闲者保管 这些秘密虽然美好 但如果被滥用也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人们认为人类的智慧还不够成熟 无法驾驭这些强大的力量 2440年的王国里 人们普遍信仰神明 但这种信仰与过去有所不同 他们相信宇宙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 相信灵魂是不朽的 但对神性的细节并不过多关注 人们认为宗教就像法律一样 简单明了才是最好的 崇拜神明 爱护他人 争取内心才是最重要的 神学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他们认为过多的猜测 只会带来纷争 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 都被严密地锁在了一个地下室里 主角遇到的人告诉他 一旦发生战争 他们不会使用武器 而是会将这些书籍送给敌人 这些书就像是一颗颗毒药 能悄悄侵蚀敌人的思想和心灵 为了防止这些毒药被滥用 他们特意修建了一座火山 一旦需要 就能将这些书籍全部销毁 每天清晨 人们都会聚集在圆形的寺庙里 仰望巨大的玻璃圆顶 透过圆顶 他们能看到天上的云彩和星辰 仿佛能感受到宇宙创造者的伟大 寺庙内异常简洁 除了一个祭坛和墙上 用多种语言书写的上帝二字 再无其他装饰 人们在这里祈祷 感受心灵的宁静 每周的礼拜持续一小时 人们会通过赞美诗和管风琴 来赞颂神明 除了常规的礼拜 还有一种特殊的仪式 宇宙启蒙 当年轻人被认为足够成熟时 他们会在晴朗的夜晚 被带到天文台 通过望远镜 他们能看到土星的光环 木星的斑点 火星的红土 以及浩瀚银河中的无数星辰 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 会向他们讲解宇宙的奥秘 引导他们敬畏造物主的伟大 随后他们会通过显微镜 观察微观世界 在这个全新的宇宙中 他们会发现 生命的奇迹和宇宙的复杂 通过这两次体验 年轻人会意识到 地球上的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人类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他们应该放下个人的野心 学会尊重一切生命 人们相信天体上居住着各种生命 死亡并不是终点 而是灵魂转世的开始 善良的人死后 会升到更高层次的天界 不断完善自己 而恶人则会堕入黑暗 重新开始轮回 相传 一位君主死后变成了艳蜀 一位大臣变成了毒蛇 而一位不受待见的作家 却成为了智慧生物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 善恶终有报应 人的品行决定了 他在来世的归宿 临终前 人们有义务将毕生的智慧和见解 记录下来 传给后代 这些书被视为比任何财物都宝贵 后人会虔诚地阅读和思考这些书 从中汲取智慧 相比之下 华丽的墓碑和雕像 只能展示人的外表 却无法反映一个人的灵魂和思想 人们认为 只有思想和智慧 才能真正流传后世 虚述者参观皇家图书馆时 发现馆内空荡荡的 只有一个小测室里 呈放着聊聊几本书 他向图书馆里面询问缘由 得到的回答令他震惊 绝大多数书籍都被销毁了 原来人们曾将那些 被认为轻浮无用或危险的书籍 集中起来堆成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然后将其复制一具 图书管理员说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我们认为 这些书籍就像一座新的巴别塔 会带来混乱和危险 这座奇特的建筑被无数的纸张覆盖 其中包括主教的法令 议会的抗议书 请愿书 葬礼演说 以及海量的书籍、诗歌、航海日志和爱情故事 这些纸张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图书馆 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 然而 一场浩大的焚书行动正在进行 人们认为 这些书籍中包含了大量有害的内容 必须彻底销毁 他们将这些书籍堆成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然后复制一具 在这场大火中 不仅有大量的新书被销毁 还有许多包含深刻思想的经典著作 也被卷入其中 尽管图书馆的大部分藏出来自英国作家 但一些古代经典 如希罗多、德、西塞罗、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的作品 也被完好保存 虽然作者享有言论自由 可以自由创作 但如果作品被认为不道德或危险 作者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他们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 并受到教育者的监督 直到收回自己的言论 艺术家们不再为富人服务 而是由国家提供支持 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才华 然而他们仍然需要公众的认可才能取得成功 这种机制促使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具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作品 绘画艺术也发生了转变 画家们不再拘泥于重复的神话故事 而是转向了现实生活 描绘美德和英雄 雕塑艺术的进步 使得作品栩栩如生 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这些艺术作品的复制品被广泛传播 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欣赏到 叙述者受邀参加了一场家庭晚宴 与以往不同 这个家庭的居士布置得十分简洁 没有多余的装饰 家人之间的交流也显得格外理性 他们谈吐有度 观点明确 没有那些常见的争吵和无意义的闲聊 孩子们不再沉迷于那些皇而不时的玩具 而是表现出对知识和思考的兴趣 这种家庭氛围让叙述者感到耳目一行 他接着说道 这些女性并不会陷入无休止的新闻上学争论 她们更愿意谈论戏剧诗歌 尽管对这些艺术的理解可能并不深刻 但她们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未来的社会中 女性的角色仍然相对传统 她们被期望成为丈夫的先内助 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婚姻基于爱情 离婚也变得自由 但女性的主要角色还是家庭主妇 未来的教育体系也发生了变化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等 此语言不再是学习的重点 绝对着的是实用性更强的法语 孩子的教育内容会根据 他们未来的社会地位进行调整 他们嘲笑我们追求艺术的专注 在他们看来 试图在某一领域精通是不切实际的 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 晚餐简单而健康 食材都是当季的新鲜果蔬 娱乐活动也十分朴素 下期做数学题或者听听音乐 尤其是那悠扬的口琴声 仿佛能抚慰人心 让人忘记世间的一切烦恼 他提到的口琴并非我们熟悉的现代口琴 而是一种更古老的乐器玻璃口琴 这种乐器由本杰明·富兰克林 在19世纪前发明 由一组不同大小的玻璃碗组成 演奏时用丝手指摩擦碗的边缘 玻璃口琴在19世纪初曾风靡一时 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莫扎特 都曾是他的爱好者 莫扎特甚至还为他创作过专门的乐曲 梅西耶预言了一场和平的革命 在他的设想中 一位贤命的哲学家 国王主动废除君主专制 建立了联邦制 权力被分化 国王主要负责礼仪事务 参议院处理日常政务 而三级会议则负责立法 法律体系也得到了改革 刑罚更加公正合理 人人平等 司法独立 即使在梅西耶构想的乌托邦中 税收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税率非常低 而且对低收入人群免征 更有趣的是 除了强制性的税收 人们还可以自愿向国家捐款 每当国王提出新的建设项目时 人们都会踊跃捐款 甚至超过了强制税收的数额 每年收集捐款的箱子 会被送往皇宫 成为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 炮身隆隆 人们举杯为国王的健康欢呼 国王身着朴素的衣服 走入人群之中与民同乐 他不再住在奢华的凡尔赛宫 而是选择和人民住在一起 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 甚至还体验了农民的生活 为了不忘初心 他坚持柬埔的生活 每年都会在地板上睡三天 任何公民都能直接向国王表达心声 国王虚怀若骨 乐于采纳合理的建议 但对于不公正或自私的言论 国王毫不留情 会将其驱逐出厅 国王的王冠是一根简单的橄榄枝 象征和平 他端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以便让所有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通往王位的台阶上刻着 永恒二字 但台阶下却是一座坟墓 提醒国王全力终将逝去 德克萨斯之所以能保持低调 部分原因在于 法国的军队解散 以及全球军主们 对良好政府理念的认同 他们不再热衷于扩张领土 转而关注本国人民的福祉 这些军主们共同划定了各自的国界 并认识到小国更容易实现良好的治理 法国放弃了殖民地是理所当然的 将同胞送往遥远的殖民地 这种做法既荒谬又残忍 他们的土地和气候并不比美洲差 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 殖民地就像富人的乡间别墅 反而会拖累本土的发展 作者认为对黄金和奢侈品的过度追求 是导致国内不平等和殖民地暴行的根源 在几内亚海岸破坏了最神圣的血缘和自然纽带 教唆父子相残 打着基督教和野蛮人的旗号 贩卖整个种族的人 将他们视为货物 国王们甘愿成为商人 用鲜血染红海洋 殖民时代已经过去 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不复存在 如今贸易转向了国内 主要涉及农产品和奢侈品 为了保护环境和社会 甚至禁止了咖啡等奢侈品 那么曾经的殖民地 现在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叙述者在教堂外 看到了一座令人震撼的雕塑 一个象征着人类的女性形象 周围环绕着代表各国女性的雕像 她们跪地忏悔为宗教迫害 暴政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罪行 祈求原谅 其中西班牙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 想到西班牙在美洲大陆放下的滔天罪行 屠杀了数千万无辜的原住民 叙述者不禁为之叹息 西班牙或许会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愧疚 但要彻底洗清罪名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远处 一座雕像基座上处立着一个目光如炬的黑人战士 他手握断裂的权杖 衍生中充满了愤怒与威严 雕像脚下刻着至新世界复仇者的名文 这位黑人斯巴达克斯带领奴隶们 打破了枷锁 推翻了暴君统治 用鲜血洗刷了殖民者的罪行 欧洲殖民者被驱逐出美洲大陆 奴隶们重获自由 原住民也恢复了应有的权利 叙述者在阅读历史文件时得知 这位英雄在完成复仇和放下武器 致力于建立新的秩序 美洲大陆被划分为北美洲和南美洲两大帝国 新世界建立了两个庞大的帝国 分别由类似罗马的君主统治 北方默奴马的后裔成为了墨西哥城的王 统治着一个从安德烈斯群岛 延伸到加拿大的繁荣王国 雲西法尼亚州因其反奴隶制的立场而幸存 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避难所 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和日本对外开放 与西方建立了友好关系 文化交流繁荣 法语在北京流行汉字被简化 甚至连与世隔绝的塔西提岛 也开始融入世界 公报中提到 18世纪时 法国探险家六恩登顶 发现了一个幸福的岛屿 岛上居民的生活风俗宛如黄金时代 他宣布该岛为法国领土 并带回了一位名叫奥特罗的岛民 1770年奥特罗在巴黎引起了轰动 人们争相目睹 这位来自世外桃源的男子 梅西耶在撰写书籍时 或许亲眼见过奥特罗 但关于他的详细记载 却少之又少 此代继续讲述 一名留在塔西提岛的法国水手 警告岛民提防欧洲人 他告诫岛民欧洲人看似友好 实则图谋不轨 他们会带来疾病奴役和战争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塔西提人决定与世隔绝 拒绝与任何外来者接触 然而最近的消息显示 这条法律已经被废除 经过长时间的交流 人们发现欧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们不再是世界的敌人 而是积极寻求友谊 船只不再是掠夺者 而是满载着和平的礼物 土耳其人被赶出欧洲 君士坦丁堡重回希腊人手中 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共和国 折学兴圣 昔日的宫殿变成了 舞会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废墟上 建此的剧院 北方的力量终结了奥斯曼帝国 现实中的凯瑟琳大帝曾计划 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建立一个希腊国家 而梅西耶尔书中似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节 书中凯瑟琳大帝的形象被重新塑造 不再是征服者 而是一位开明的统治者 虽然书中没有提到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事件 但描绘了凯瑟琳对波兰产生了深远影响 波兰人感激他结束了国内的无政府状态 并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凯瑟琳大帝因废除农奴制 推动俄罗斯发展而被铭记 在他的影响下 俄罗斯的绝对君主制逐渐让位于更开明的统治方式 人口也大幅增长 国力日益强盛 与此同时 欧洲其他地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教皇国的势力衰落 教皇的权力被削弱 意大利统一罗马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 西班牙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断前进 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人们对电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奥地利则通过联姻巩固了欧洲的地位 在如今的伦敦 一座新的克伦威尔雕像 未然处立 克伦威尔被视为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人 他所建立的制度至今仍影响深远 与以往的君主制度不同 克伦威尔的制度更注重人民的利益 同时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民众也表达了希望 与英格兰人民更加紧密结合的愿望 他们向议会提交请愿书 希望统一国民 共同构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小说叙述者在故事的结尾前往凡尔赛宫 却发现这座曾经辉煌的宫殿 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当他漫步在这座废墟之中裂开的墙壁 残缺的雕像和半倒塌的门廊 让他对他曾经的辉煌感到困惑 一位老人坐在断裂的柱子上 他向老人询问这座宫殿的命运 他倒塌了 老人叹息到被自身的重量压垮了 一个急躁而傲慢的人 强迫自然屈服于他的意志 匆忙地堆砌起了这座建筑 贪然地想要满足自己不断变化的欲望 他压榨百姓将国家的财富尽数投入其中 这里曾流淌着无数的泪水 那些蓄水的水库如今早已无际可循 看看这座巨像的残骸吧 百万双手建造了他 却也为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座宫殿的地基是罪恶的 他是建造者悲惨的见证 他的后代不得不逃离这里 以免被他的倒塌所吞噬 愿这些废墟像诗人发出警告 君主们不要沉迷于奢华 不要忽视人民的疾苦 那些滥用短暂权力的人 只会在未来的几代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 听到这句话 老人泪流满面 他仰望天空 眼中满是悲伤和悔恨 你为什么哭泣 他问道 全世界都很快乐 这些废墟并不能代表任何公共灾难 老人提高了声音说 我的命运是多么悲惨 我是第十四任 亲手建造了这座残酷的宫殿 如今神圣的正义再次照亮了我生命的火炬 让我更深刻的反思我可悲的事业 曾经的骄傲是多么短暂 现在的我却要永远沉浸在悔恨之中 正想向老人提问 突然一条毒蛇从断竹上穿出 咬住了他的脖子 他猛地惊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